如果你想要用這個建立自己的YouTube清單 不見得一定是 就是要自己的影片才行 你看別人的影片也可以 因為你只是做一個蒐集 好你只是做一個蒐集 所以你可以到這邊 在這裡 應該是 我看一下 在這裡 打開你看我的清單有沒有很多 有像這個是學校因為我有兩個YouTube頻道 我有兩個YouTube頻道 那我在增加的時候呢 我就先假設了 就點 任一個 好這個 介紹四維空間 OK 您看下面這裡 這裡不是有這個嗎 你可以把它的 這個 直接儲存 有沒有 按住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這樣 那你們的會很乾淨 對不對 你看看下面 最下面 有沒有建立新的播放清單 那我就把它按一下 你就可以自己建立一個自己的 那麼下次你再看到另外一篇 是不是可以用勾的 他就出現在這個清單裡面 這樣您了解了 也是整理教材 老實講這也像我的最愛 只是 不過叫做我的最愛影片 像這樣子 這樣您就會用了 當然這些教材 這些播放清單 如果不要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整理 也可以 你可以整理它的播放順序 也都可以 只是我想要先簡單講一下 您可以 就是看到那個影片 就是按這個而已 就是按這個地方 給您做個參考 來 來 谢谢观看